现年48岁的原央视新闻联播主播朗永春,2月9日在社交平台个人账户发布最新动态,自爆了一张和儿子的近照,并感慨道,我的青春一去不回来,你的青春都像花开。 照片上朗永春的儿子,明显已经长成了大小伙,不仅阳光帅气,身高超过爸爸朗永春一半,父子两肩搂着肩,非常亲密自然。 朗永春自己则笑得一脸的幸福,看着身旁的儿子长得这么快,作为父亲当然心里十分的欣慰。 虽然是冬天,父子俩都穿着比较厚实,但与前一段时间公布的照片比较,朗永春好像没有发福了。 由于工作需要,朗永春在过去两年应酬比较多,身材与在央视当新闻主播时增加了几个厚度,不少媒体都报道过他发福的消息。 连他自己也自嘲说要减肥了。 从最近的照片来看,似乎朗永春减肥有了些成效,常年关注他的粉丝都感到十分高兴。 当然,与过去的电视上形象还有段距离。 朗永春的儿子名叫朗宇,出生于1999年9月26日,这个名字是朗永春查字典后取的。 欲为可爱的小宝贝之意,刚好语的右边是妻子吴婷的姓。 2011年吴婷离患祖献癌去美国休养,已经考上北京知名中学的朗宇,随妈妈去美国留学,朗宇学习成绩优异,弹得一首好钢琴。 一晃朗宇都19岁了,不仅想象酷似爸爸朗永春,身高还高出一大节。 2015年从央视,辞职后,朗永春并没有真正离开大众视野,一些活动中,仍然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。 许多观众朋友经常给朗永春留言,说怀念看他播新闻的日子。 朗永春那时给人的印象是文和亲切,谦虚有理,沉稳自然,极富亲和力,他被粉丝成为最亲切的邻家大哥。 主播台下他有点面坏的帅气,自大取重若轻的松弛,深藏不动声色的鸡敏,骨子里还保留着一颗毕业生理性的底色。 如今没有了央视光款的朗永春,在新的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身价千万,远超很多央视同行。 由著名主播到公司高管,朗永春被媒体与维护联网行业的创建大咖,同时,他也保留住了身上的文人气质,出版过自传体随笔,是一名唱销书作家。 虽然他自先只是一个文字记录者,从他的文字里看到了他对家人的呵护,以及对生命的感悟。 朗永春更有难得的自嘲精神,开得起玩笑斗的启评,思维紧跟互联网潮流。 当初朗永春离开央视,主要还是因为妻子无凭患乳腺癌治疗后,是在美国休养,儿子也在美国上学,急需用大笔钱。 朗永春被爱辞职,急流有退的经历,被媒体报道后感动了很多网友,至今仍是很多人理智的榜样。 经历过工作和生活中多种角色的转变,朗永春已经能应对自如,身边的人对他的称呼由原来的老师也变成了朗总,朗永春随身习惯带您添加,早适应。 我们各种社交应酬,事业顺风顺水,妻子的病几乎痊愈,夫妻俩感情稳定,儿子也在美国上大学了。 目前,朗永。 而行,朗永。 這個老师也差不多00万增进座带天崗 partners。 damit,朗永 signめ的水位。 刚 water recherche後月或者如、穏元素上減elin battery的转身习惯带络i吗?